前几天,脸黑的小薇终于在UP值里抽到了满命的洛莎莉亚 奔向做个视频来和粉丝炫耀,却收到了不敢抽公子的嘲笑 为了一个公子满命,也许会浪费大把大把的钞票 小薇看了看自己空空如也的钱包 于是决定还是先听听粉丝的玄学诀窍 为了这一次真正领悟到玄学的奥妙 粉丝献上了八百页的耐心指导 一句话,试试在水多的地方来祷告 很相信的小薇当机立断,灌下去三大杯白开水 不就是水吗?没有条件,在创造条件 但是,当还想灌第四壶水时 却灭了蓝色的直奔厕所而去 但看到马桶的他心生一技,抽水马桶 不就是抽到水系的公子的马桶吗? 这里有水,我来抽卡 既不辜负粉丝对我拖飞的期望 又能完成任务,不让钱包太过受伤 但是,公子势无双,马桶又芳香 强忍心中的尿意 唉,要不,还是换一个有水的地方吧 小区的池塘,行车见底 在这儿抽公子,未免有点太过委屈 于是,小微驱退九里地,来到上海的黄浦江西 这里波光灵灵,有水,有井,有清风 于是,公子喜欢的水 应该是提瓦特大陆干净而内敛的海 不像北方的海,寂寥而汹涌 也不像上海的海,全是泥沙汇总 壮观提瓦特大陆千百度 国家地图中最符合玄学臭公子的游水之处 应该竟有白色细腻的沙滩 原有蓝天白云的倒影 竟是微波玲玲的海面 远浮烟湘镇镇的海湾 海南 订机票,选酒店 为了公子体验玄学,说走就走 我迫不及待 短袖防晒帽子必戴 让本就联合的我能躲避烈日的暴晒 四月的海南,娇阳似火 汗流满面的小薇只想在树荫底下躲 想起一路急匆匆的颠簸 来都来了,还不快把公子抽出来 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你们的一键三连 还好今天穿上了心脉的沙滩防水 冻冻鞋 能在夏日炎炎让我轻松坠着海浪 顺带把体温降一降 再让浑身充满海洋的力量 此时四个大字附在眼前 好,那接下来万事俱备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抽满命公子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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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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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